韩国演员郑宇生在第45届青龙电影节上就私生子事件公开盗窃 拿个奖顺便念个新闻稿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青龙电影节的颁奖礼上郑宇生虽然没有获得影帝 但他的作品仍获认可 在登台后他回应了生子争议 表示会对孩子负责到底 并向因此事感到失望的人盗窃 他强调自己不想因为私事给电影首尔之春的同事和电影本身带来污点 尽管他未提及女方模特文家飞 但还没猜测双方以友好协商好抚养孩子的具体费用 此前郑宇生公开承认与文家飞幼有一子 但表示不会与女方结婚 这件事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指责他私得败坏 但也有人认为他作为父亲承担责任是应该的 在颁奖现场向公众道歉 希望所有的指责都只朝他一个人来